為了迎接今年旅居紐西蘭 奧克蘭的臺灣鄉親 包括紐西蘭臺灣僑民協會 以及紐西蘭臺商會 先後舉行了聯歡餐會 而駐紐西蘭代表吳建國 駐奧克蘭辦事處處長 周中興也特別出席活動 與鄉親共度春節 農曆春節慶祝活動 在海外熱度不減 紐西蘭臺灣僑民協會 大年初一在奧克蘭 舉辦迎春團圓餐會 約有一百三十多位會員 及僑領同慶 駐紐西蘭代表吳建國 以及駐奧克蘭辦事處長周中興 都特別利臨與鄉親共度新春 長期研究聖經中意的吳斯敦牧師 對臺灣移民在紐西蘭的貢獻 多所肯定 趁著農曆春節感受華人傳統 也與台僑相親增盡情意 大家一邊享用豐盛的年菜 一邊欣賞由台僑協會 李建市團隊以及台僑合唱團 現唱的新年歌曲 現場洋溢著歡樂的年節氣氛 一年快樂 同樣在年初一舉辦聯歡活動的 紐西蘭臺灣商會與青年專業協會 也藉此機會 歡送即將離任的吳建國代表 其他僑團包括紐西蘭臺灣婦女會 世華工商婦女氣管協會 紐西蘭分會 都一同加入迎春及歡送陣容 傳統上今天是一個要回家團聚 特別是我們在外打拼了一整年之後 要回家把我們這一年的成果 回去跟我們家人分享 然後一個很喜慶的日子 今年紐西蘭臺商試著說 運用一些年節的氣氛去裝飾我們的場合 去帶入我們今天的菜窯當中 就是希望能夠給大家有一些年節的氣氛 希望大家都能夠滿意 主辦單位用心規劃新春節目 首先登場的喜神 為新春帶來滿滿祝福 吳建國代表與周中興處長 順讚臺商會對當地僑民的貢獻 並祝願大家在新的一年好運旺旺來 喬務委員楊貴森代表奧克蘭僑界 贈送紐西蘭傳統毛利公益紀念品 給吳建國代表 感謝他在任內的付出 吳建國代表與周中興處長 最後與奧克蘭臺商會禮堅士們大合唱 你是我贏的 展現臺商會一波雲天的氣勢 也讓新春連歡洋溢熱血與朝氣 台灣宏觀電視池玉文 紐西蘭奧克蘭採訪報導